中国诗歌故事 第五集 曹操 不出厦门行 神归虽兽 犹有净时 藤蛇成物 终为土灰 老祭福利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迎缩之妻 不但在天 养仪之福 可得永年 兴甚至哉 歌以永至 不出厦门行 古乐府香和歌色条曲名 又名隆兮行 四解 截止古代诗的章节 四解集第四章 神归 传说中寿命很长的动物 寿 长寿 净时 穷尽的时候 藤蛇 传说中的神蛇 能藤云驾雾 土灰 尘土 终为土灰 最终也要死亡 化为尘土 寄 千里马 立 马曹 烈士 有志建功立业的人 暮年 晚年 壮心 宏大的志向 不已 不停息 迎缩之妻 只寿命长短的时间 不但在天 不仅决定于天 养仪 同一养 安乐保养 永年 长寿 公元200年 曹操在关渡之战中重创袁绍军队以后 升危大震 迫使袁氏父子收缩兵力 退保冀州本土 袁绍眼看长期以来艰苦开创的基业毁于一旦 不由忧愤成病 一年多后终于吐血身亡 袁绍生有三个儿子 绍子袁尚相相貌出众 深得父亲欢欣 谋是沈佩养成袁绍的意志 尽心辅助袁尚 袁绍死后 将士们准备拥立长子袁潭 但袁潭和二帝袁熙都分兵驻守在外 于是沈佩就力排众议 让袁尚习位为祭州目 等到袁潭赶来祭州奔丧 已经面对着袁尚定于一尊的祭城事实 心里感到非常不满 他一气之下 就率领少数部署离开祭州 囤住到黎阳去 自号车齐将军兄弟之间从此产生了矛盾 九月间 曹操为消灭袁氏的残余势力 夺取祭 清 幽 并四周 决定出兵北伐 黎阳地处河北前沿 形势吃紧 袁尚却只拨给袁潭少量兵力 而且还把自己的亲信冯继派去 表面上协助袁潭参赞军务 实际加以监视 曹操渡过黄河后 徽师直逼黎阳 袁潭见曹军声势浩大 连忙派人向袁尚告急 袁尚想要分兵给他 又怕日后难以控制 于是就让沈佩扼守叶城 自己率军赶去救援 袁氏兄弟在黎阳城下与曹军激战几个月 兵力日益削弱 只好退入城中恶守 曹操命令将是还城扎债 准备长期围困 袁尚和袁潭就趁夜突围而出 逃往夜城 这时曹军由于连续作战也已十分疲劳 曹操听说袁尚和袁潭曾为争权而互相不和 就决定收兵回许昌稍事休整 以待形势变化后再来进去河北 曹军刚刚退走 袁潭就对袁尚说 此次黎阳战败 主要是我兵力太少 铠甲不惊 现在趁曹操上位渡过黄河 请给我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兼程前去拦击 可保大获全胜 袁尚听了 只是一笑置之 没有同意 袁潭遭到拒绝 心里十分恼火 这时谋士郭图和欣平悄悄地对他说 将军有所不知 当初先公派将军出手青州 后来袁尚又趁丧抢先席位 都是神配出的主意 袁潭一听 一家怒不可遏 立即聚集部署引兵去攻打袁尚 谁知袁尚和沈佩早有防备 双方就在夜城城门外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经过几个时辰的血战 袁潭中因人少事弱败下阵来 夺路而走 仓皇地逃往渤海郡的南皮 青州别嫁王修得到袁潭败训 率领立民赶来会合 袁潭想要再去同袁尚决一死战 王修劝他说 兄弟好比左右两手 兄弟不亲 天下谁能相亲 望将军舍弃前贤 远斥离间的宁臣 兄弟重归于好 日后定可横行天下 对于王修的劝谏 袁潭根本听不进去 不久 若阴首将起兵背叛 倒向袁尚 八月间 袁尚亲率大军进攻南皮 袁潭损兵折将 无法抵御 只好难逃到平原 谁知立足不未稳 袁尚又灰尸赶到 日夜功成 形势十分危急 山穷水尽的袁潭被逼得 无路可走 心里一横 旧派新平的弟弟 心皮前出平原 兴业赶赴许昌去向曹操求救 曹操正中下怀 立即亲自率军北上 十月间 曹操大军到达黎阳 袁尚文报 不得不解除平原之围 撤回叶城 这时袁潭的女儿正在 黎阳城中 曹操特地把他接到军府 让自己的儿子曹整 同他匹配成婚 以笼络和安抚袁潭 公元204年下初 曹操率军禁为叶城 并绝张水灌入城中 八月 城被攻破月 城被攻破 沈沛全家遭到杀戮 袁尚从乱军中脱身北走固安 去投奔二兄 幽州太守袁夕 就在曹军围攻叶城的时候 袁潭趁机从平原出兵 先后占领了甘陵 安平 渤海 河坚等地 曹操得报后写信给袁潭 谴责他忘恩被约 宣布同他决婚 接着就率领部队转攻袁潭 袁潭手中这点兵力 自然无法同曹操对抗 他只好逃离平原 退守南皮 曹军近战平原后 立即乘胜北上 一路势如破竹 直到南皮城下 仅仅几天 袁潭和切尔就全部落入曹军之手 被曹操下令处死 季州平定以后 曹操并没有马上返回许昌 因为袁熙和袁上还盘踞在幽州没有消灭 总是心腹之患 于是他派出密探打听消息 不久便得到报告说 袁氏兄弟为部下叛江所逼 已经逃往三郡乌环 乌环是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 散居在右北平 辽西 辽东三郡边境一带 战士都熟悉骑射 骁勇善战 尤其是辽西乌环的踏顿部族实力最强 过去得到过袁绍的后代 现在全力支持袁氏兄弟 对曹操军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为斩草除根 一决后患 曹操决定出赛远征乌环 他聘请过去幽州牧流鱼的旧部田筹座向导 引军北出炉龙要塞 攀登峻岭 穿越深谷 长途跋涉五百多里 终于在白狼山同园上 袁西及乌环军队相遇 曹操亲自来到前沿 登上高幅眺望 见乌环骑兵虽然人多势众 但队列不整 就命令张辽为先锋 领萧齐居高临下指导敌阵 乌环猝不及防 顿时如潮水般的向后退去 人马自相践踏 溃不成军 白狼山之战打得干脆利落 曹军大获全胜 一举擒杀二十多万人 只有少数敌球和袁氏兄弟带着几千骑兵突围逃走 前往湘平去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 战斗结束以后 曹操下令班师南归 有人请他乘胜东进 去追捕袁上 袁熙兄弟 曹操笑着回答说 此事无需劳动诸君了 用不了多久 公孙康就会把袁氏兄弟的脑袋送来给我 十月的辽西寒风凛冽 大地上到处覆盖一层体体的冰雪 大雁在高空中嘎嘎长鸣 震翅南飞 激起了将士们强烈的思乡之情 经过了几天的连续行军 曹操来到了渤海之滨的结石山下 碧波万青的大海 浩渺成澈 海面上散落着星星点点的小岛 水天相连之处 长空万里 云影徘徊 显得无比壮观 度过了长期戎马生涯的曹操赶到心旷神怡 胸襟格外开阔 他沿着海滩暗沛徐行 满怀诗情不禁油然而生 他借用岳府鼓曲银成了一首不出厦门行 诗的前半部分用凝练生动的笔墨 描绘冬林结石 一观沧海 秋风萧瑟 红波涌起 天气肃清 凡霜飞飞的北国初冬的壮美景色 在诗的最后一章 他又以老祭福利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这样质地有声的话语 抒发了自己坚定远大的政治暴富 和锐意进取的奋斗精神 千百年来 这首风格陈谕 富有哲理的古诗 成为人们历久传颂的名片 就在曹操回诗许昌的途中 公孙康果然派人送来了袁上 袁熙兄弟的首集 珠江都对曹操的料事如神感到十分惊奇 曹操说 公孙康向来未继原是兄弟 禁逼则促其勾结 彻君则带其相残 这件事情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姬康 忧愤诗 曰于不敏 好善暗人 子欲之败 吕增为臣 大人含红 藏够怀齿 民之多辟 正不由己 为此贬心 显明脏痞 感悟思迁 达若创伟 欲寡其过 邦逸沸腾 性不商务 贫至怨憎 西残柳慧 金窥孙登 内父素心 外女良鹏 好善暗人 喜欢亲近暗于市里的人 这里暗人指履暗 暗通暗 子欲 春秋时楚大夫 为令尹子文所见 后与晋国交战 为禁军打败 为臣 诗经小雅 吴江大居 吴江大居 为臣明明 正玄奸玄 欲大夫局小人 是自作忧患也 这里以子文 建局子欲 终于造成日后 楚国的失败 比喻自己 因为相信履义 反而受到陷害 遭到灾祸 够尺 指左右的小人 两句意思是说 大人物胸怀宏大 能藏那够尺 辟邪 两句意思是说 民众行为 所以多邪辟 是由于君王 左右多邪人 政令不由己出所致 偏心 心胸狭隘 显明 动词 一己表明 脏痞 善恶 两句意思是说 由于自己心胸狭隘 因此对事物善恶 要加以议论 谦 过失 答 痛 创伪 创伤 两句意思是说 感而觉悟 反思自己的过失 痛如歌伤 邦逸 指中慧的前言 两句的意思 自己性格并不伤害人 而常常招致人家的怨恨 柳慧 及柳夏慧 春秋时人 坚持直到 这句说 从前曾自愧 缺乏柳夏慧 那样坚持直到的精神 这句说 现在悔恨 不听孙登的话 及早隐世避祸 肃心 及往日之本心 指目养生之道 欲 惭愧 姬康 自书业 祖籍乔郡志县 后喜居于河南山阳 父亲姬昭 曾做国官 不幸早逝 姬康又年 是在母亲和哥哥的 父爱中度过的 年轻时代的姬康 仪表堂堂 风度潇洒 虽然没有经过 名师的教导 但他自己十分注意 学识与品德的修养 朱子百家 他都博览 并领会其中要旨 当时的一些名士 如软吉 山涛 向秀 刘玲 软贤 王荣都乐意和姬康交往 他们以姬康的居处为中心 经常在太行之阳的竹林中聚会 饮酒赋诗 论辩老庄哲理 评论时政 称为竹林七贤 当时统治集团极力宣扬儒家的礼法 而姬康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 用老庄哲学 揭露礼教的虚伪 特别是姬康 对儒家崇敬的商汤 周武王 周公 孔子采取否定的态度 除了这些朋友之外 姬康还和东平屡安极为友好 两人相处虽远 但屡安时常前来拜访姬康 两人或者冠原种菜 或者一起打铁 在劳动中寻找乐趣 姬康还喜欢采药 认为可以延年益寿 有一次 姬康入籍郡山中采药 遇见饮者孙登 姬康多次想和他攀谈 孙登总是默然不答 临别时 姬康再一次问孙登 先生竟无言呼 孙登感慨地回道 君姓烈儿才俊 其能免于今之是乎 姬康能够理解话中的深意 感谢孙登的指点 姬康的声明越来越大 受到魏宗氏的垂青 在他24岁时 与曹操的曾孙女常乐停主结婚 随谦郎中 不久 拜中散大夫 做了曹魏政权的官 宜家洛阳 中散大夫只不过是一个 闲散官职 姬康虽然无心于仕途 但与魏宗氏结亲 无意把自己投入当时斗争的 漩涡中去 这时 司马氏与曹氏 争夺政权的斗争十分激烈 公元249年 司马懿诛杀政敌曹爽和 倾向曹爽的一批名士 公元254年 司马氏杀掉魏军曹毛 改立曹焕 实际上已控制了曹魏政权 司马氏一面屠杀政治上的反对派 一面笼络氏族和名士 竹林七贤中的山涛 因与司马氏有亲戚关系 出任选曹郎的官职 阮吉 刘陵为了避免受到迫害 也不得不与司马氏敷衍 陪艳视作 充任贤官 王荣 阮贤一开始进入仕途 只有向秀专心著作庄子解引 还不时到洛阳和姬康一起打铁 畅序就意 一次 姬康正在院外的大柳树下打铁 向秀在旁拉风箱 太傅忠尧的小儿子 忠惠带了一批宾客 前来寻访姬康 想和他攀谈结实 姬康看出忠惠的来意 故意扬锤不停 继续打铁 旁若无人 弄得这位置高气昂的忠惠很尴尬 忠惠立了好长一段时间 见姬康故意不搭理他 打算回去 姬康上前问道 何所闻而来 何所见而去 终会姓姓地达到 闻所闻而来 见所见而去 由此对姬康身为贤恨 公元261年 山涛由吏部选曹郎升任散其常事 他出于为司马氏网罗人才的目的 举见姬康接替他原来的职务 姬康知道后 愤然写了与山巨猿绝交书 在这封书信中 他谴责山涛为司马氏罗智奴才的企图 表示和山涛断绝有情 更申明自己秉性舒揽 不堪理法约束 不愿做官的本质 在这封信中 环流露了不满司马昭阴谋篡位的情绪 这就刺痛了司马昭的心 他立即派人抄录下这封信 中会和吕迅也趁机加油添醋 罗知罪名 企图置姬康于死地 原来 吕迅是吕安的哥哥 趁吕安外出之时 用酒罐罪地习徐氏进行监污 事后 吕安征求姬康的意见 打算上表告发吕迅 并要休掉妻子 姬康和吕安是至交 和吕迅也曾友善 为爱惜吕迦的名誉 姬康劝说吕安家仇不宜外扬 容许哥哥毁令 同时 也毫不留情地面 赤吕迅的禽兽行为 吕迅用他父子六人的名义 向姬康发誓 此后绝不因此去伤害吕安 吕安这才忍辱不发 不料吕迅升任大将军长使 竟上表诬陷弟弟 说吕安虐待老母 犯了抓母罪 吕安被捕入狱 姬康得知此讯 极为愤怒 当即写了与吕长涕绝交书 痛斥吕迅背信弃义 残害手足的卑劣行径 同时 姬康认为自己害了吕安 吕安是为了听从自己的劝告 才含忍未发而吃亏上当的 他决定仗义直言 阐明真相 吕安在狱中也不肯征服 并陈述他何以被冤枉 援引姬康作证 这样 郑中司马氏集团下怀 于是 在魏景元三年的冬天 收补姬康下狱 姬康入狱后很快写下了申辩状 用帖的事实证明吕安的无罪 并揭露吕迅兼乌帝席的丑行 姬康在狱中又写下了情惨意测的忧愤诗 欲寡其过 邦逸沸腾 性不商务 贫质怨增 稀残柳慧 金溃孙登 内父素心 外女良鹏 表达了自己不负留俗的心智 楷探世道险恶 抒发被囚后的忧郁和愤懑 在大将军府里 忠惠和何曾等人向司马昭建议 将吕安和姬康以大弊 执行死刑 罪壮事言论放荡 害时乱叫 司马昭碍于姬康的声望 意识上无明白表示 姬康的这首诗很快便传遍洛阳城 在太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 三千多太学生自动集合起来 浩浩荡荡地奔赴大将军 司马昭的府门前 请求不要杀掉姬康 留下来给他们当老师 有的还要求与姬康一同入狱 负责京师治安的司力校尉中会十分惊骇 他用圆滑的鬼话红骗走太学生 当夜昭陈述厉害 进而诬陷姬康曾有帮助姬举检起兵的迹象 姬举检为曹魏镇东将军 曾起兵讨伐司马师 兵败被杀 司马昭沉吟不语 心里觉得这个罪名太勉强 中会又说姬康是条卧龙 不能让他起来 如果稍有放纵便难制服 只看太学生为他请愿可想而知 司马昭终于写下立即处决姬康的首令 次日早晨 在重兵警戒下 姬康和吕安被押洛洋东时桥马市刑场 姬康目光炯炯 神色凛然 临行前 环弹了一曲广陵伞 姬康被杀害时 只有40岁 姬康给后世留下诗六诗首集论著诗卷 他的诗作 格式不一 以四言诗为多 或歌颂高尚有意 或怒斥险恶势态 或讽刺司马式统治下的黑暗 或仰慕远古时代无压迫的生活 风格清俊 但也带有一定的消极思想 曹植 七不诗 主斗然斗其 斗在府中弃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相传曹丕做皇帝后 迫害弟弟曹植 命令他在走七步路的短时间内 做成一首诗 做不成就处死 曹植就做了这首诗 豆旗 豆的精干 这句是说 主豆用豆旗当柴烧 腐 锅子 气 哭 这两句用豆的口气说 我们本来是同一条根上生出来的 现在你为什么对我逼迫的这样紧呢 相间 监视 煎熬 这里含有逼迫的意思 东汉时代大政治家曹操 有个小儿子叫曹植 自子见 曹植从小聪明过人 十几岁就能吟师做父 不少文坛速老读了曹植的文章都自愧不如 曹操见曹植的文章写得这样好 心中有些怀疑 有一次 他忍不住问曹植 你的文章是请人带坐的吧 曹植费然不悦 朗生回答 言出伪论 下笔成章 不幸可以面世 何必要请人带坐呢 曹操听了十分高兴 曹操死后 长子曹丕继任魏王 同年 又废除了汉县帝 自己做了皇帝 他均临天下 高高地坐在玉座上 心中好不得意 但是 有一件心事在折磨曹丕 他怕弟弟曹张和曹植与他争夺天下 特别是曹植 才学抄群 不同凡响 当年曹操就曾动过立曹植为太子的念头 在群臣中影响很大 想到这里 曹丕杀辛顿起 于是 曹丕借口思念兄弟 派人专程去曹张 曹植的领地召他们进京 曹张 曹植欣然奉命 不料 刚进洛阳 就遭了软禁 没过几天 曹丕又鬼称枣子刚熟 请曹张入宫尝心 当晚曹张中毒身亡 这下 群臣议论纷纷 母后变太后也很气愤 曹丕感到自己做得太露骨了 但他并不甘心就此罢休 从这以后 曹丕对曹植突然变得亲热起来 不仅解除了对他的软禁 环时长和他同年出游 人们都暗暗猜测 大概曹丕悔悟了吧 一天 曹丕宴请群臣 席间 他评诗论文 妙语连珠 突然 他话风一转 指着曹植说 皇帝师父成家 可惜连先王也一心有人带笔 曹植心高气傲 一听话中有次 就冷冷地说 陛下如有疑惑 请当店面试吗 这下 正中曹丕下怀 他赶紧说道 既然如此 就献你在七部之内写诗一首 写成则重赏 倘若不成 定案欺君定罪 处已即行 曹植这才明白 自己中了曹丕设下的圈套 群臣都暗中为曹植捏了一把汗 一个小内侍偷偷溜进后宫去禀报变太后 曹植知道争执也无用 就缓步慢行 酝酿诗句 他评宿闻思敏捷 还未走满七部 就停下来一挥而就 把诗写出来了 念吧 曹丕见曹植写得这么快 有些吃惊 曹植不慌不忙 高声吟诵 但语调中还是夹着一丝悲愤 主豆燃豆旗 豆在府中弃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这首诗运用了古代诗歌中传统的笔星手法 巧妙地通过豆旗在锅下燃烧 豆在锅中被煎熬的比喻 尖锐地讽刺了曹丕迫害同胞兄弟的行为 群臣听了 都大惊失色 一起朝曹丕望去 曹丕顿时满脸飞红 他恼羞成怒 正要发作 这时 便太后跌跌撞撞地从后宫奔出 一把搂着曹植 声泪俱下 指着曹丕骂道 你已害死了任成王曹张 难道还要害死我的东俄王 曹丕知道事情弄僵了 他眼珠一转 随即满脸堆笑地说 母后切莫误会 朕是想试试皇帝的才学 并无他意 并无他意 于是 曹丕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 七步成诗的故事流传开了 人们都纷纷称赞曹丕的诗才敏捷 同时 就称那些文思敏捷 出口成章的人有七步之才 曹丕 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 海水扬齐波 利剑不再长 劫有何须多 不见离间雀 剑要自投罗 罗家得雀喜 少年见雀悲 拔剑烧罗网 黄雀得飞飞 飞飞磨苍天 来下谢少年 两句以树高招风 海阔阳波 比喻才高易于招货 是说环境的险恶 利剑 欲权力 要 应累 似婴而小 罗 网 这句是说 雀剑要后失魂落魄 自投罗网 罗家 只设罗补雀的人 烧 除 宜作消 磨 中汉时代的曹操 生有25个儿子 便后生了4个 曹丕 曹张 曹植 曹雄 单说曹植 他在有文学气氛的家庭里受教养 十多岁时已能诵读诗论词付数十万言 曹操在夜城建造了童雀台 叫他所有的儿子都上台观赏 要他们每人写一篇父来祝贺 这时 曹植已十九岁 很快写好童雀台父 曹操见这篇父写得文采飞扬 甚为精益 曹操手下一些颇有才华的文力 如杨修 丁怡 丁怡 都和曹植友善 经常一起切磋学问 评论诗文 丁怡常在曹操面前称赞 曹植的博学明达 希望能立为太子 曹操也有这个意思 当然 曹植也有不少缺点 如任性 引久毫不节制 而曹丕正和他相反 矫情自逝 在曹操左右的一些工人 经常夸赞曹丕 曹操经过仔细观察以后 便立曹丕为太子 曹操既以曹丕为四 想到杨修他们都站在曹植一边 将来如果兄弟争亡 岂不惑国惑家 而杨修及有谋略才智 并且又是政敌原氏的外甥 便找岔子杀了杨修 这样曹植就十分惶惧了 建安二十四年 曹人被蜀将关羽包围 曹操打算封曹植为南中狼将 率兵援救 曹丕事先知道这件事 请曹植去喝酒 把他灌得烂醉 等曹操派人来传话时 曹植以罪得不能受命 曹操为此大怒 第二年正月 曹操并逝大臣们拥曹丕及卫王位 汉县帝受他丞相印 领祭周牧 曹丕再不放心他的弟弟们 令燕灵侯曹张 林兹侯曹植等人各回自己的封地 不久 林兹兼国业者冠军知道曹丕一记他的兄弟 便上书控告曹植 说林兹侯植罪酒被曼 截邪使者 曹丕一方面让有私定他的罪 一方面又表示仁爱 紧紧扁他为安乡侯 但是曹植的两位好友 担任右次监院的丁怡 和皇门侍郎丁义却被明令处死 曹丕不但杀了丁怡 丁义两兄弟 而且杀尽了他们家所有的男人 真可谓斩草除根了 曹植听到这个消息 悲愤欲绝 他痛定思痛 写了野田黄雀行 来倾诉他无法解救朋友的隐痛 高树多悲风 海水扬齐波 利剑不再长 劫有何须多 唉 自己无权 交那么多朋友有什么用 不见窝间雀 剑字头罗 罗家的雀喜 少年见雀碑 拔剑捐罗网 黄雀得飞飞 飞飞磨苍天 来下谢少年 少年是曹植假想的有力量来援救的人 他自己当时也是网罗里的的黄雀 只得求助于别人了 公元220年 曹批废了汉县地自立 到了黄初四年 曹植 曹张和白马王曹彪一同入朝 曹张到洛阳后不明不白地死了 曹彪回国 曹植希望和弟弟同路东归 但监国业者冠军不给他这个自由 他十分愤慨 写了有名的赠白马王标诗七章 第三剧中吃消名横厄 豺狼当路渠 苍蝇奸白黑 谄巧令亲书 就是痛骂冠军的 曹植死于公元232年 只活了40岁 他一生写下不少诗 前期作品大都描写 在夜城的安逸生活和建功立业的报复 后期作品充满奋机情绪 书写不平之感和要求自由的心情 他的诗语言精炼 词采华茂 左思 永史 玉玉见底松 离离山上苗 以比镜寸京 印词百尺条 是昼涅高位 英俊沉下辽 帝是史之然 由来非一朝 金章即旧夜 七夜尔汗雕 逢宫起步尾 白手不见招 玉玉茂盛茂 离离下垂茂 苗出生的草木 这两句用见底高大的轻松 比喻出身寒门的贤士 用山上矮小的苗叶 比喻出身士族的庸才 净寸京 直净仅一寸的京杆 指山上苗 阴 遮盖 条 树枝 白尺条 指见底松 净寸之苗能遮盖白尺之条 也是帝是史之如此 世昼 世家子弟 涅 灯 夏辽 小关 金章 至西汉宣帝时的大关 今日滴和张安氏 借 凭借 依靠 旧业 仙人的一夜 七夜 七代 尔 叉 雕 雕鼠尾 汉代士忠 忠常士等官 灌旁皆叉雕鼠尾做装饰 尔汉雕是在朝作大关的意思 冯公 指冯唐 生于汉文帝时 武帝时仍居郎官小职 尾 其尾不凡 最后四句 虽用汉代史实 但所抨击的却是当时的社会 西晋文学家佐斯 自泰充 齐国临资人 父亲佐西 自雁雍 出身于小关利 妹妹佐芬 比佐斯小两岁 佐斯母亲早死 靠父亲抚养成人 佐斯少年时曾学过中瑶 胡钊的书法 并学古琴 都没有学成 他的长相也不怎么好 还有些口吃 有一天 佐西的朋友来看佐西 无意中谈到佐斯的学习 佐西说 这孩子所知不多 读的书比较少 不及我年少时 佐斯听了 很不适滋味 便发愤学习 阅读了很多书籍 佐斯的妹妹学习也很勤奋 写文章 诗都很好 才名远播 在她18岁的时候 被晋五弟司马严选入宫中 拜为美人 于是 佐斯一家都搬到京师洛阳居住 佐斯在洛阳期间 专心准备创作三都妇 整个书房堆满了书 纸 笔 有时深夜偶得一句 便翻身起床记下来 当时 贾密为秘书建 建局佐斯做秘书郎 佐斯知道 担任秘书郎可以阅读 朝廷内部的藏书及各种历史档案 这对他创作三都妇是极为有利的 所以在任职以后 经常攥在书堆中 佐斯阅读了大量图集 搜集了大量资料 他没有去过蜀地 为了要写蜀都 曾拜见过熟悉蜀地的张仔 虔诚地向张仔求教 当时 文坛上的名士陆基也曾打算写三都妇 现在听说佐斯在写 不禁拍手大笑 便写了一封信给他弟弟陆云 信中说 这里有个乡下老竟想做三都妇 等他写好了 把他拿来盖酒坛子吧 十年以后 十年以后 三都妇终于完成了 好多人对这一作品的内容没有深入研究 就随便加以议论和责难 这使佐斯感到苦闷 便把他拿去给当时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张华看 张华看了对佐斯说 你的三都妇写得好极了 简直可以和东汉张衡的二经妇相媲美 可惜没有引起社会上的重视 你最好去请一些有学识 有名望的人士凭借一下 于是 佐斯怀着坠坠不安的心情 前去拜访博学多才 享有圣誉的黄辅密 黄辅密读完三都妇也跟张华一样大为赞赏 并且为这篇妇写了一篇序言 这样一来 人们就争相传抄三都妇 使得洛阳的指甲一下子贵了好几倍 从前那些则难过佐斯的人 如今都转过来恭维他 连嘲讽他的陆基再读了三都妇以后 也不得不连连称赞 然而 佐斯的官运并不亨通 他虽然与晋武帝攀上了亲戚 但佐芬是以文才而不是美貌被选入宫的 并未受到武帝的宠幸 而且兄妹见面都很难 更不用说晋武帝来提拔这位旧爷了 晋朝的等级森严 由于门帝的限制 有才能而出身寒威的人只能屈居下位 而士族子弟却依靠父兄公业窃聚高位 佐斯借题发挥 写了一首永史诗来抒发英俊陈夏辽的不平 玉玉见底松 离离山上苗 以比镜寸京 印词百尺条 誓纣孽高位 英俊陈夏辽 帝是史之然 由来非一朝 金章集就业 七叶尔汗雕 逢宫起不韦 白手不见招 他用松和苗做比喻 批评门阀制度的不合理 佐斯的永史诗共有八首 名为永史 诗为永淮 他对当时门阀士族把持朝政的现实感到非常不满 因而大声疾呼 抒发了蔑视权贵的反抗精神 诗风雄浑 语言求尽 高出于当时其他诗人 佐斯曾依附过贾密 是当时的二十四友之一 后来 贾密因参与谋害太子 与永康元年被杀 同年的3月18日 妹妹佐芬也去世了 这两件事对他震动极大 他开始退居宜春里 泰安三年 和监王的部将张芳 作乱于京益一带 他举家迁往冀州 今年后病死 点赞 小题 都警察 我都给你打算 这个人 这两件事 其实在这两件事 都在不够了 开心 的 帮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